好,上头这个地方我已经把你们的照片都放进来了 下方我刚刚是练习教你们那些动作对不对 好,接下来如果我要把下方的都清掉 我只要留上面就好 来,同学们在功能表里头有个工具叫开心工作区 它跟开心装案不太一样 开心工作区的意思指的是 上方保留,下方清掉 好,所以你看我们用开心工作区 下方时间轴我清掉 要不要存不要,先不要 你看下方清掉,可是上面还是保留 知道好,那如果你是开心装案是上下都清啊 是不是你素材又得重新再会过一次了 这样知道哦 来,那我现在要做一个完整的装案 用你们的照片 所以我希望呢 怎么会有两张啊 好,我希望挑几张你们的照片 那可以Ctrl键按住挑 Ctrl键按住 先拉下来几张 好,这几张我们先来一个花絮呈现好了 所以我就点选换灯影片 好,让我们用拼贴效果 然后下一步 好,然后再下一步完成 这几张先当花絮确定 好,先有花絮 然后再来我希望呢 可以让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因为花絮是这样一张一张 很快就拿掉了 其实对于同学们的画面没有看得很清楚 再来我希望每一个人的脸可以让大家看得很清楚哦 所以我们再选一次 好,那你可以再选多一点也没关系好,往后再拉 好,假设这几张拉下来 OK,我要让每一个人也很清楚哦 那每一个人要看清楚的话 各位可以用幻灯影片中的动态 这个不错用 动态会变得比较清楚一点哦 那动态的部分我再加声音 等会我们可以顺便加个音乐 所以你在播的时候都有音乐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你的照片比较多 像我们这边的照片量比较多 我再拉下方的同学进来 照片的数量如果比较多的时候 好,我们拉 这些是拍比较多的 那最好是旋转都旋转好哦 不然我都要把旋转的跳过去 好,同学您看到 我现在拉的张数就比较多了对不对 我希望这几张在播的时候 顺便加背景音乐 就这几张,所以按换灯影片 好,换灯影片刚才我们在套用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可以点样式 就下一步看结果了对不对 其实它这里有一个叫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我可以按一下加号 选取一下背景音乐 然后呢,你们的电脑里头已经有音乐了 那我选一下别的 好,开启就档 音乐就放进来了 然后这边可以设配乐跟换灯影片的设定 配乐的话你可以点进来 好,然后你可以用播放的方式 我只先听一下音乐的内容 那因为我们的照片没有这么的多 因为一首歌下来可能都四五分钟嘛 那我三四分钟 像这首歌三分钟多 看这里 看这里三分四十二没有看到 对,但是我放这几张照片 我应该撑不到三分钟吧 好,因为每一张播 除非你要播很久嘛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听音乐 音乐有所谓的副歌吧 从副歌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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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